276 《金融時報》 後期出口佔好境外並構成亮點 2015年7月22日產經04旁東煤本部記者旁東煤在國際市場需求依舊低迷的大環境下 上半年我國出口雖然在增速上有所回落 但是從規模上看再次突破萬億美元 相對於其他經濟體,我國出口形勢表現良好 同時,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境外並構增多 我國經濟良好的基本面對外商來華投資構成較強的吸引力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7月21日在商務部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從總體上判斷,下半年出口形勢會好於上半年 近年來,境外並構已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和達出亮點 外商投資越來越看重中國服務業市場 加大對中國服務業的投資 下半年出口或將好於上半年有專家表示 上半年我國出口增長上不夠強勁 主要原因在於外需低迷 主要市場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 而人民幣匯率基本保持穩定 不利於我國出口的增長 我國傳統出口競爭力有所削弱 如競爭新優勢尚未形成 雖然我國出口增速有所下滑 但是我國外貿出口結構持續優化 質量進一步提升 從商品結構內看 既電產品出口增長較快 從貿易方式和出口主體內看 一般貿易和民營企業出口對出口增量貢獻較大 從出口市場結構內看 對一帶一路完善國家出口增長明顯快於平均水平 對印度、泰國、越南等國家出口增速超過10% 甚至從國內區為結構內看 中西部地區仍然保持較快增速 供獻出口增量的絕大部分 對下半年出口形勢 我們總體判斷會好於上半年 沈丹揚如是稱 儘管全球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因素依然很多 外雖難以快速回亂 但一方面 全球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正在緩慢復甦 另一方面 我國出台諸多穩外貿舉措 效果將會逐步顯然 日前 我國出台關於支持進出口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 重改善環境 強化政策保障 加快推進改革 突出創新驅動等多個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進一步落實既有政策 其有針對性的措施將會激發企業活力 對於實現全年外貿穩增長 實現出口證增長 調結構目標將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境外並構成為對外投資重要方式在注重利用好外資 即促進我國經濟實現有質量增長的同時 我國同樣注重推動企業走出去 實現引進來和走出去均衡前行 近年來 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 近年來 境外並構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 和達出亮點 沈丹揚說 據悉 去年中良集團25億美元收購 新加坡萊寶公司51%的股權 然後又22.9億美元收購 荷蘭尼德拉公司51%股權 這兩個項目是鈴金為止我國農業領域對外投資最大的并購項目 聯想集團去年以29.1億美元收購美國摩托羅拉手機業務 成為全球第三大手機製造商 業內人士指出 企業跨國并購是一項複雜的市場活動 會面臨一定的風險 并購之後的整合需要一段時間 海外并購是否成功 能否達到預期效果 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才能顯現出來 沈丹揚表示 隨著中國企業實力的壯大和海外并購經驗的累積 總體來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成效會越來越好 只要是信應市場規律 符合企業長遠發展的并購 都應該給予積極支持 並且為其營造寬鬆的政策和輿論環境 據介紹 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提供便利化和公共服務 是中國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 商務部除牽頭制定促進政策外 還開展了一系列公共服務工作 如每年更新發布涉及166個國家和地區的對外投資合作國別 地區 指南 為企業更好地防範風險發揮了積極作用 外資看重中國服務業我國經濟增長的良好基本面未改 對跨境資本形成較強的吸引力 在我國經濟轉軌期 服務業潛在的增長 兩世頭吸引大量外資流入 促進我國利用外資結構進一步優化 對於服務業利用外資增長較快的現狀 沈丹陽認為 中國服務業和服務領域 服務經濟市場規模非常廣大 市場商機越來越多 外資企業正視看得中國服務經濟發展 勢頭和服務業發展商機 才加大對中國服務領域的投資 同時 我國政府對服務業發展給予高度重視 從十二五規劃到現在已定的十三五規劃 以及各省發展方向和產業結構調整方向來看 服務業都是未來重點發展的領域 各級政府都給予很多政策支持 此外 服務業領域開放進一步擴大 無論是上海自貿試驗區 還是最近新批的廣東、福建、天津自貿試驗區 服務業的開放都是其重點 我國服務業投資環境一億改善 諸多因素促使外商投資越來越看重中國服務業市場 加大對中國服務業的投資 專家表示 外資向服務業的流入 將有在於我國利用好外部資源 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隨得新進展 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批平 無故貴司 詞文避